109年南洋红龙果品质品鉴竞赛 在红肉组的部分是由原山乡的青农林伯勋获得冠军 县长林姿庙也专程前往林伯勋家中祝贺 肯定青年农民的努力 109年南洋红龙果品质品鉴竞赛 红肉组共有38人来参赛 最后是由现年35岁 栽种红龙果三年的青年农民林伯勋 夺下了冠军 县长林姿庙以及地方人士 专程前往林家来祝贺 张贴红纸 肯定林伯勋为农业的付出 栽种出高品质的红龙果 红龙果的贫鉴 那今年的冠军呢 是我们原山乡的这个林伯勋先生呢 这可以说是我们红肉组的 第一名的冠军 这不简单 这友善的耕作 可以让我们的红龙果呢 不但消暑 而且对于吃红龙果呢 可以说健康 这很棒的 今天冠政府呢 对于农民的这个通路呢 他们打招好好 冠政府呢 这个通路打好好 这个增加 一个年轻的 有办法政策 红龙果 这么年轻 这非常不简单 有办法在全国就有冠军 这个地度已经有 达到25.6% 已经非常不简单 可以说突破 专程性 地度同好的人 这个来说 它又用优积的方法 方法 来在经营 林伯勋原本是自家中阿公的家 接手家里的巴勒园 0.5公顷 后来才改种红龙果 至今才三年时间 果园以友善耕种的方式来栽培 种植出红龙果的果肉 扎实绵密 而且甜度又高 我种都是安全用药 安全用药然后炒生栽培 跟下游基培这样 注意什么 就是我们筛选果实的时候 可能要比较慎重一点 对 因为我们安全用药的话 可能病虫害会比较多 病虫害比较多的话 可能我们在筛选果粒的时候 就可能要筛选比较多掉这样子 因为之前 你看得到这些红龙果园 之前都种巴勒 对 那因为我阿公他可能 他就年纪比较大了 那你看现在那么热的夏天 对然后在果园里面做 可能之前都有昏倒在果园这样 然后我就直接接手 我就把它所有的巴勒 全部都采用掉 然后去种这个红龙果 现场欢迎全国的消费者 多多订购品质优异的 南洋红龙果 以提升果农的收益 一旦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叶子 年轻 god 年轻資 老虎 arbe道 两百一だから 南洋卜 生互